市政的消息要帶你來關心 桃園市長張善政 這次前往中立區的三光路以及輕鬆街 視察中立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交通維護 還有施工品質 也特別全副武裝親自來查看管線品質 穿上全套裝備 頭戴工程帽和照明燈 這回桃園市長張善政前往視察桃園市中 內地區的污水下水道系統 除了瞭解路面交通維持的布設情形以外 更實地深入地底下六公尺 查看污水管線品質 張善政也分享進到人孔中的心得 一定要戴工程帽 我剛剛不小心就撞了一個頭 還好有安全帽所以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的確是要蹲的 半蹲半走 走起來非常的辛苦 那麼一不小心撞到頭 而且裡面空間我剛剛講非常的具現 這項中立污水BOT計畫 從前年九月開始興建 服務範圍包含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 中立及念力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等 其中的中立水資源回租中心 每天的污水處理量達到十五萬六千八百噸 第一期工程預計在今年九月就會完成通水 張善政表示 施工之前除了要申請道路挖掘許可證以外 民間機構也會透過宣傳單的方式通知居民施工資訊 針對高風險的工區 將會增設防壯措施 暴閃燈以及三層防墜網 降低危害風險 完工以後可以提升桃園市新階溪以及老階溪的環境水質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